特殊利空的獲利刑法 等一切都塵埃落定 等投資人完全恢復鎮定 等投資人完全恢復信心 那物超所值的天天價早就沒有了 所以我的結論 不要等17000差來一追 未來的行情我的看法 我的規劃就是如此 請鎖定今天節目 哈囉大家好我是張江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 曾經的節目台北股市呢 今天創疫情以來的新高收盤價 沒有錯吧 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沒有錯 可愛的毛毛蟲有沒有驗證 好了 好我待會跟各位說 我的結論說 這個weekend這個週末呢 會有疫情的壓力測試 可是下個禮拜 無論盤勢如何的震盪 如何的上衝下襲 主軸在兩週後 兩週後週轉則正式扣低值 會展開絕地大反攻 所以我的看法是 6月的月K線會有中紅 或者是中長紅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 那已經漲的 本週比較強的是傳產 已經漲的傳產 還可以做短線加差 可是主軸要放在 層級很久的電子股 在6月份我的看法 會有絕地大反攻 今天各位做詳細的解析 好來 好投票來 這個是我今天 跟各位準備的 字卡的片頭 有沒有投票 什麼是特殊利空 就是說這個利空 它跟景氣的衰退沒有關係 好景氣的四個循環 復蘇 繁榮 成長停滯 衰退 懂嗎 就說除非是經濟衰退的利空 造成股市的下跌 那個是正常的利空 那個就不是特殊利空 好就說在特殊利空 跟景氣衰退沒有關係的利空 好出現的時候有沒有 獲利刑法 獲利刑法 2008年 美國的這個雷曼兄弟的這個次貸的風暴 還有去年的全球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的下跌 有沒有 他都跟景氣的衰退沒有關係 所以他都是什麼 即特殊利空 好了等塵埃落定啊 在特殊利空的背景下 等塵埃落定的時候 等投資人完全恢復鎮定 認同沒事了 OK了 好等投資人認同沒事OK了 完全恢復信心的時候 投資朋友聰明資金 早就卡位卡好了啊 就說物超所得天天價 早就沒有了 所以我的看法 萬七會來萬八會來 我不是今天才講 來有沒有 去年 這一根去年的新冠肺炎 K線是不是就是月線啊 是不是黑K代下影線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本月份的K線 跟去年三月似乎似乘相似 也就是說 真的是有可能會重演哦 有可能會重演 那假設他真的如果的預告 財富重分配啦 這次的本土疫情的利空啊 是一條毛毛蟲啊 可愛的毛毛蟲對不對 他下個月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那假設大膽去假設 想去做求證 那如果下個月是這樣子的 那就賺翻了哦 是不是好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來 我在上個禮拜上各位講 非經濟性利空 財富重分配 有沒有 電子足底傳產多大多 你看哦 傳產是本週一 本週一融資狂減之後 開始絕地反攻了 是不是 所以完全事先講 好再來有沒有 什麼他不是黑天額 本週一創波段新低 疫情黑天額又要來嗎 我說你想太多 他這你未來 當股市漲上去的時候 你回過頭來看 本週一叫做什麼 叫做他不是黑天額 他是可愛的毛毛蟲 我用這樣子的解牌方式 加深你的印象 是春天裡啊 爬過的一 一隻可愛的毛毛蟲 是不是 好我通通事先講 我不管對錯 通通事先講 本週一有沒有 千萬不要怕 千萬不要怕 怎麼下來怎麼上去 好本週一 本週一買一定套嘛 我本週一買的股包 當天是短套啊 可是我說我跟會員說 買來短套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未來漲停會買不到 未來漲停的時候會買不到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下週繼續卡位 你下週卡位 你要的不是下週賺小錢 聽我的 下週無論行情如何震盪 趕緊卡位 卡位之後不要看下週的獲利 你看下下週開始 三週的行情 會非常的強 就說本週一買短套啊 可是有沒有後來驗證了呢 長榮群創浦城第一桶 這個亞信金鴻 天玉聯發科強硕 擋擋獲利啊 今天又兩隻漲停 今天又兩隻漲停 我待會會給各位看 來好 所以投資朋友 一定要把握 好這是我的QR Code Line生活圈 Line Add生活圈 這是Telegram 盤中的所有的盤中 關盤的重點 會放在Telegram 所以你兩邊都要做加入 這是我的YouTube解盤頻道 請各位一定要訂閱 按讚分享 一定要用力的訂閱 這是搜尋江國中分析師 摩爾投股點股成金 來有沒有 我們鎖定的長輩股有沒有 第一趟賺40塊跟23塊 我們準備做第二趟 請各位跟上 好這是我們昨天說的 第一手訊息 淘寶今天留下很長的下影線 狂拉尾盤 我很擔心 你會買不到好的價格 我很擔心你下禮拜 遲遲還不來 今天不來 下週一不來 到我們全部買三次 全部都完成布局 噴出後 那我就很難帶你出手了 所以聽我的 要就是現在 我們今天買的第一次 下週還會再買兩次 我只會買三次 我只會買三次 你今天第一次錯過了 你如果你再錯過第二次第三次 那我很難幫你了 自己聽清楚了 所以標股99的專案 080066 8085 請各位務必要撥通哦 新會員 手上有持股 特別是電子 如果是持有的是電子股 電子股的屬於下游產業 請各位一定要出 聽我的一定要出 一定要出 因為他不會是主流 他只有跌升反彈 他沒有波段性的主流 因為產業的供需的這個結構的變化 所以每一檔持股 我都很用心幫新會員做 診斷跟這個轉換 請放心 我每一檔都會幫你照顧的好好的 請你放心交給我 來 一樣會講這個行情 為什麼下週無論如何做政大 我都認為他會噴 我都認為他會噴 好 來 14902 1月4號 我跟各位預告16949會來 這是會員可以學的技術 我們在第三場技術班 下週二會完成 下週二會完成 當初14902 如何算出16949 這個技術我下週二的技術班 會交給會員 每個會員都可以學 自己把握 當初預告的三個月後來了 17000來了 預告16577是支撐 真的來了 完全命中完完全全命中 然後噴了1100點 破線你要控制持股比重 破線控制持股比重16700 是不是跌到15000 13000 11000 有沒有好機會嘛 去年是空頭 絕對是空頭 破年限絕對是空頭 好那今年沒有 連碰都沒有碰到 所以他不可能是空頭 也就是說 由這個年限的位置也看出來的 這是特殊性的利空 他跟經濟衰退沒有關係 懂嗎 來 只有超漲或超跌 才是交換籌碼的絕佳時機 有沒有 學起來 把它抄下來 這是5月17號 這是5月17號 這個禮拜一 最恐慌那一天 我說一定是超跌 才有籌碼交換的時機 本週一融資狂砍 砍出的金額是歷史新高 是不是籌碼都被聰明資金接走了 好那無論這兩週如果做震盪 兩週後都是噴 我不是今天才講 學習是最賺錢的投資哦 所以我們的兩堂基礎的課程 會員已經可以學習了 很多會員都已經學習完畢了 我們新的課程 在下禮拜二會完成 請各位務必要鎖定了 好不好電子股 月季線同破的時候啊 你一定要出一下 你要出一下控制持股比重對不對 控制持股比重 是不是避開崩跌 準備大買 我只有四個字 準備大買 上個禮拜就先講了 準備大買 再有第一他都是買電 他都是財富重分配的好時機 電子股有沒有看到 未來扣高結束後 兩週後 不要亂砍了 找好時機加碼 兩週後他會有暴富性上漲 這是本週一講的 本週一電子股 創這個收盤價新低的時候 我說兩週後 會有暴富性上漲 好了一個禮拜過去對不對 驗證一半 那兩週後我們再來做驗證 他會有暴富性的上漲 香港經濟日報在上個禮拜的weekend 上個禮拜五出了一篇專題報導 標題是台股因為疫情急措 不過香港人說是反向壓住好時機 多殘忍啊 多殘忍 多令人痛心啊 台灣的錢又被別人賺走了 所以你要真的要認清 真的要認清 這是非特殊利空 這不是跟經濟景氣衰退的利空一樣 他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你必須冷靜去理性 去控制你的情緒 控制情緒有沒有 你知道疫情如果是決定股價漲跌的因素 那美國早就崩 不知道崩到哪裡去了 可是事實上沒有啊 五銀腳兩隻腳 不管是有沒有打第二隻腳 下週都必須要把握 週末會有疫情的壓力測試 可是眼光不是看下週 眼光是看兩週後 來 跟各位畫圖 我每天都負責各位跟各位畫圖 你看哦 這個是本週收週線之後的轉折的位置 你看哦 是不是扣高 過去都是扣高 下週也是扣高對不對 可是兩週後他是扣低 現在篤定是扣3低 扣低的時候股價是噴出 你看你看過去的經驗 過去只要是扣低 週線都至少三連紅 週線 這不只三連紅哦 就是六連紅有沒有 因為扣低是紅K 因為扣低週線是紅K 因為扣低週線是紅K 好那重點是什麼 下禮拜他不管是紅K 假設是紅K 未來也是漲 假設他是黑K 是黑K 未來也是漲啊 所以下週的漲跟跌 他不會改變 兩週後的週轉折扣低 所以勢必噴出 鐵錠噴出的 懂嗎 就是轉折的魅力 是轉折的預告能力 也就是說 我為什麼上週跟各位講說 這是個財富從外面的機會 為何本週一創新低 創新低我說它是個 是一條可愛的毛毛蟲 原因的加 因為我們看到兩週後他扣低 看到兩週後扣低 好一樣各位解一下 好這個是這個是加權 好 這是鋼鐵 鋼鐵兩週後也是扣低 可是頭這邊 鋼鐵他屬於什麼 緊急循環股 現在市場上有這個爭辯 到底是要給他成長股 賦予他本益比呢 還是用舊的方式 股價淨值比來做評估 那如果是股價淨值比的話 他這邊就會有壓力了 那這邊是強力的支撐 所以鋼鐵股 之類的傳統傳奇股說 他會有空間 他兩週後也是扣低 可是他可能是這樣子的走 走勢居多了 懂意思嗎 可是重頭戲在這裡 在哪裡 在電子 有沒有 我一樣畫給各位看哦 因為扣高值 因為扣高值 所以股價拉回了 有沒有 可是兩個禮拜後 下下週他鐵定扣3D 好你看這邊扣3D 扣3D有沒有 扣3D的時候 轉折都是賦予什麼 賦予眾多的走勢 或是賦予眾多的走勢 也說下個禮拜 不管電子如何做震盪 那我的看法是什麼 那後面是大噴出 所以我今天開場白 跟各位說什麼 傳產還可以做 你看我們是不是做了 這個長榮 我們兩個禮拜前 是不是做了這個鋼鐵股 傳產可以做 那就是記得買進後 獲利要出 不要報太久 懂我意思嗎 說他會有一個區間的壓力 可是電子層級太久太久太久了 那昨天不是有這個大摩 調降了16家半導體的平等嗎 好我給各位看 他調降平等之後 我們以聯勇為例有沒有 聯勇昨天股價重挫 大摩調降聯勇的目標價 股價重挫 昨天大摩買超 多殘忍 多壞心啊 他發利空讓股價壓下來 他再買 好你看哦 這個是3034聯勇 好那過去為何跌 你看所以呢 你勢必要來學我的技術了 為什麼 扣高你會算的時候呢 你都知道他不是多頭 對不對 下禮拜還扣高對不對 可是兩個禮拜後 兩週後 連被有利空被調降的 這個半導體族群的聯勇 兩週後都會扣低 那一旦扣低 這個有利空產生的股票 都會漲的時候呢 那電子就噴翻天了 那電子就噴翻天了 所以答案是很清楚的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 把握 把握 下下週週轉折扣低的時候 他會噴出 他會噴出 全力鎖定 跌很深的電子股 你待會兒看我怎麼買 你看我今天這幾天 如何幫會員佈局電子股 我們是怎麼賺的 來主升段 只做主升段 沒有主升段 我不做 他不是主升段 股價再噴 我都會忍住 我都不會噴 這是我的原則 這是我的堅持 這是我照顧會員 帶會員的堅持 既然是堅持 是原則 我一定會做到 有沒有第一桶 多可怕4成4 今年2月份第一桶波段跌4成4 是不是賞戶看到跌啊 就害怕了 就恐慌了 殊不知 殊不知怎樣 20.15賣 賺75%不賣 賺75%公開獎報勞賺更多 結果賺280% 20.15在家 一檔股票可以讓你財富翻2.8倍 那你為什麼不敢 你為什麼猶豫不決 兩周很多電子股會狂噴 你現在為何不敢賺 懂我意思嗎 所以答案很清楚 你看第一桶 好股票值得爆啊 利空洗洗還是噴出啊 所以事實都證明 要賺就賺主升段了 不要減零錢 不要賺小錢 我們之前做的台聖科 威鋼 中石化 十全 雅聚 大成鋼 每一檔都帶會員獲利出 這是我的原則 這是我公開答應所有的粉絲 跟會員 我一定會做到的 會買又會賣獲利才實在 我不會放任這檔股票 置之不理不可能 所以請各位把握 來這檔股票 我是認為到明年的下半年 都是長線的標股 我們第一趟賺了40塊錢 跟23塊錢對不對來 明年下半年營收成長5到6倍 你看哦 第一手訊息多厲害 明年的產業發展 我們都已經先知到了 這是優勢 就是你選最強團隊的優勢 好對不對扣低啊 未來會扣低對不對 多好賺啊 是不是 這樣子就40塊跟23塊了 拉回來再接 來 昨天又新了一檔 好那今天呢 殺下去 又拉起來 下影線很長 所以很棒的洗盤 好我們今天買第一次好不好 這檔標股我再重申一次 我會買三次 你昨天來的我們今天 這個單股會員 清代會員佈局的第一次來 下禮拜還有第二次跟第三次 我公開講下禮拜五之前 我會買滿三次 迎接兩週後的狂噴出 拭目以待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難得找到這麼棒 有母公司的加持 他的訂單 他的新市場 是母公司給他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一突破二拉回三攻擊 是不是蠢蠢欲動 來鋪陳有沒有 你看這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你看哦 你到底要不要相信扣低他會漲 扣低會有紅K 你到底要不要相信轉折的預告能力 你自己看的嘛 有沒有 你自己看啊 真的紅K出來了 是不是 那這就是賺錢很輕鬆的方法 那我的優勢在哪裡 我帶你這樣子做 我有技術班教你這樣子做 一輩子都可以重複使用的技術 很棒哦 自己把握哦 來享受好不好 好了再一次哦 好你還沒有發生的嗎 股市股價都是什麼 期待未來 你是否要相信 他之前扣高值的時候呢 那股價會跌 扣高值股價會跌 那你要不要現在下定決心 一邊賺錢一邊學這麼強的技術 扣低值他會噴 他站上周轉折他會噴 你是否要相信 享受5月17號本週一 這個禮拜一 台北股市創波段新低那一天 我們買了享受 那這是今天 這是今天5月21號 是不是這樣一個禮拜170塊 一個禮拜有170塊的價差 那請問是不是全國為具有 預告能力的技術 好不好懂哦 預告哦 兩個禮拜後 這樣子 模型的電子股會一大堆 會一大堆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來亞信有沒有 啊這樣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102今天126 102126 是不是 全部都是事先你可以算出來 你可以事前透過自己的努力去模擬 這個轉折的魅力 轉折的預告能力 是非常強大 102的亞信 今天看到哪裡126 是不是 好再來齁 聯發科有沒有 獲利出賺83塊出一半了齁 長榮有沒有 通過禮拜一買股票 是不是 我禮拜一買長榮 長榮尾盤嚇殺 是不是短套了 是不是我說過 禮拜一特殊利空中買股票 不要怕短套 為什麼 因為特殊利空之後 他會回還你公道 那一旦還你公道的時候呢 他就沒有 為好好的價格可以買了 他就漲停了 你就買不到了 是不是 有沒有 全部事先講 通通事先講 這是我的風格 這是我的風範了 是不是啊長榮 這個全創也是啊 有沒有拉回再供 句好了齁 群創下禮拜 包含友達彩晶 會有很棒的買點 群創友達彩晶 因為我是事先講的 他會拉回再供 下週會有第二隻腳的買點 很清楚 請各位務必把握囉 天玉 是不是先供了 拉回再供 自己把握 這是我今天買的股票 特別會員買點序 是不是 你看喔 買點序 去噴漲停 這就是模式的 這就是魅力 好 這是點序對不對 剛開始喔 123 這是標股會員買的 噴8% 好來 這是九陽前天 前天5月19號買 40.4的九陽 8040 是不是 前天 這種股票 長均線沒破 長均線沒破 他不是空頭 現在很多股票 聽清楚 我的看法是跟今年2月份 我買第一桶的位置一模一樣 2月份我買第一桶的時候 他股價跌四成四 一檔股票跌四成四 我買進後我用心去暴老 用霸氣暴老 結果讓會員賺280% 現在很多跌生的電子股 跟當初的第一桶如出一側 就是類似這種線型 這是前天的九陽 前天的九陽今天漲停 是不是 全部可以預告 全部可以事先做好規劃 是不是 那未來噴出呢 噴出你就買不到了 第一個你不敢買 第二個你買不到了 懂意思喔 所以請各位務必把握 兩個禮拜後 大盤會扣低轉折 週轉折三年多 電子也三年多 這是最好賺的一段行情 即將會展開 那weekend會有疫情的壓力測試 這是大家心裡的壓力 那希望台灣能夠度過這個難關 大家我認為台灣人做得很好了 我認為下禮拜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現在確診數字攀升 這個攀升啊 那是5月初的成績單 5月初 國人不知道有疫情 沒有戴口罩 不知道去這個要這個自主的封城 可是經過一個禮拜的努力之後呢 我相信下個禮拜的數字 會越來越漂亮 會越來越漂亮 那一旦市場我講的塵埃落定了 投資人市場投資人恢復鎮定了 恢復信心了 對不起沒有好價格了 懂意思喔 所以自己把握機會喔 堅持只做主身段 這是我的風格 這是我的堅持 會員都可以見證 今天又兩支噴漲停板了 來 堅持主身專攻起漲 堅持主身專攻起漲 第一根的K棒 你可以透過LINE AT留言加168 或者是0800668085的電話 跟我們做聯絡 新的表股 一定要把握 我今天已經買第一次了 下個禮拜有5天 我會再買兩次 我會再買兩次 那三次買完之後 我就很難讓你出手了 因為兩個禮拜後他也是噴 他有時候他也是會狂噴出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把握 行為員每當持股呢 我會用心幫你診斷 用心幫你轉換 務必要把握全新的主身段標股 自己撥通電話 祝各位週末愉快 週末還是要幫助我們的國家社會 好好的做好這個 控制疫情的這個幫忙 然後呢下個禮拜 期待有很棒的出手機會 祝各位操板 謝謝拜拜